我幫你提議 他說 如土所示 電路包含 這個E 一個理想的 這個是沒有內電組的 電磁V 內電組 RA等於兩歐姆 且在充電中的 蓄電磁V 這個兩端的 電位差 就是兩端的 電位差 金側電圍VA等於4 兩端是這個 R的話 是內電組 就是端電壓 兩端的電位差是端電壓 端電壓是等於4伏特 電阻器 這是12歐姆 馬達的內電組 是1歐姆 然後 兩端的電位差 就是端電壓 這個端電壓是等於2伏特 這裡到這裡 兩端的端電壓是2伏特 4球1 R的發熱功率及電位差 我們先來算什麼呢 算它的電流 流過迴路的電流 流過迴路的電流 我就從這裡開始跑 這樣跳過去的話 電位升高12伏特 我假設 在流的電流是I 12 這樣跳下去的話 電壓下降 我們現在來看好 看那個電阻 電阻總共有多少 電阻總共有多少 總共有12伏特 加多少 加那個 2伏特 沒有 不是2伏特 12歐姆加2歐姆 12歐姆嘛 2歐姆 這也是1歐姆 加1 I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這個這樣算不好 我們應該怎麼算呢 因為這H龍沒有給我們 但它端電壓有給我們 所以不要這樣做 我們就怎麼做 這樣跳下去 電位下降 12歐姆 然後從這裡跳過去 它有測出這裡的端電應該是4伏特 這裡電位比較高 這裡電位比較低 所以跳下去是下降 減掉是4伏特 從這裡跳下來的話 下降2伏特 再減2伏特 就等於從來 等於這裡 所以這樣剛好繞一圈 繞一圈等於0 好 那這樣我就知道 12歐姆等於多少 就等於12-6是6 所以 電流是等於0.5 就2分之1 好 電流0.5分之1 那我就可以 算出什麼呢 R的發熱功率 R的發熱功率 平透才 R1平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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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乘以12 所以應該是3 3瓦特 應該是3瓦特 應該是3瓦特 3瓦特 3瓦特 好 再來看看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它是說 蓄電池中單位時間儲存的化學能 單位時間儲存的化學能 我們看 這S1A等於多少 S1A的話 從這裡下降 下降到這裡 是4瓦特 好 那就是說 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是下降到多少 2歐姆 再乘以多少 電流2分之1 再下降 S1A 這等於多少 總共下降了4瓦特 好 那S1A我就可以算出來 S1A 這負1加4 等於3 所以 這S1A的電動式能是等於3 所以它這個 單位時間 儲存的化學能 就P A好了 這個是等於I S1A I是2分之1 乘以3 所以是1.5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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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電位差多少 電位差的話是IR I的話是1.5瓦特 I的話是2分之1 R是12 所以是6.5瓦特 這兩個電位差是6.5瓦特 再看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它問 馬達輸出的功率 那馬達輸出的功率是 對外做工的功率 這個在這裡的話 它是消耗熱能 變熱能跑掉 所以我們來算什麼呢 馬達的什麼呢 我給他一個東西叫做 馬達的電動式行 就是說 S1M 現在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是下降2分之1 下降2分之1 就是 負的 R 一歐文乘以2分之1 再減掉多少 從這裡到這裡也是下降 下降多少呢 下降H6M 這等到 等於負的 所以H6M 多少 這等於 2減掉2分之1 這等於1.5 這2分之3 2分之3瓦特 好 所以它輸出的功率 PM 這等於 這等於 I H6M I2分之1 H6M 是2分之3 所以是4分之3 4分之3 4分之3瓦特 0.75瓦特 所以第三小體是0.75瓦特 好 再我們看看這個 好 駱此馬達 正在提起重量持牛頓的物體 則在若干時間內可提高印度 這功率嘛 這PT 等於MGH 輸出的功 變成那個 那個 那個小M的 它的什麼 衛能 重量衛能 MGH H是1公尺嘛 所以我們來算它的時間 T點多少 功率是4分之3 那M的話是等於 MG是10牛頓 再乘1公尺 所以是3分之40 mG非常狼 13点 13點3秒 13點3秒 ro o So